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额头有圆方之分 那么额头偏方的人面向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从项学来讲,方额的额形 它的发脚,就是发际线这里 比较平坦的整齐 扶脚边层 扶脚边层是像术当中的术语 扶脚边层的位置开阔 形成四方的额头 就像图片当中看到的这种 是典型的方形的额头 拥有这种面向的女人 思想行动皆实际 喜欢构造性的东西 对于机械类的或者是结构类的 这种东西有天分 不难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 或者是机械发明家 对女人来讲 女人如果是有方额的话 代表七掌肤权 刚才讲的 对机械感兴趣是指 大部分都指男人这方面 有可能成为机械方面的 理论方面的发明家 那么如果是对于女人来讲 就是容易欺掌肤权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 发际线呈现这种门框状的 这种方形的额头 下巴也是方形的话 那么再加上浓眉大眼的话 就容易作风横讲义气 颇具男子汉的气概 这类语论基本上都是属于 女强人的类型 这个是要注意 浓眉加方额再加方阔的下巴 这组合在一起 才有可能就是说 极有可能就形成这种 女强人的这种面向特点 而且在家庭当中的地位 也是比较偏强势一点的 这是方额的女人 好了有关这个方额的女人的面向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